台北市农业政策白皮书正式发布 台北市首本农业政策白皮书发布会中 由产业局长林聪杰进行简报 其中重要计划包含明年将于松山文创园区 建置2500平方公尺 全台最大都会区稻田食农教育示范基地 以及辅导休闲农业业者 于各区设置农油服务中心等政策 我们正在建置 在明年初就可以完成的是 全台湾第一个在都市内的 在我们松山文创旁边都市内的水稻田 这是一个实验性的稻田 有2500平方公尺 我相信这一出来绝对是一个亮点 我们利用废弃的足球场的上面在发布 我们已经开辟了1800平方公尺 由市民共同任养的这个屋顶农场 那么现在正在扩大 到明年一月可以完成 再成长两倍变成5400平方公尺 台北市长柯温哲表示 农业虽然不是台北市的主要产业 但提供了粮食生产 观光休闲 维护生态系统等多元功能 是发展永续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大主軸 友善食农 休闲农油 跟热静永续 当然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就是 三个休闲农场 包括竹子湖 叶石湖跟猫空 那这也是在都市里面 在发展这种农业 还是有它一定的产值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有十个农场 有拿到这个特色农业 旅游场域的认证 特别是白石湖 在今年拿到全国金牌农村竞赛的同牌奖 那这也是我们台北市 在这种农业发展的一些特色 就是说它注重的是休闲 娱乐还有这种教育生态的保护 台北市农业政策白皮书 以友善食农休闲农业 任性永续为主轴 期盼打造都市型农业新典范 带领台北迈向宜居永续的城市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道